这天也得扫好一遍吧 哪个刷子 大子 不须整整的 对呀 那你看 头像都挺新鲜 都一大都不救 这是卫生间 卫生间也挺干净 它是卫生间的地砖啥子 对 那一般卫生间的马桶那里的都得上锈 你看我呢 我看有锈我就抠着了 我都给它抠着都没有锈 一般那里都有锈 该说不说 金大哥在过家这方面还真挺像样的 可大哥说的 他这干净劲儿啊 可照他老伴差远了 我说我们家那是五间房 我父亲住那间是搞砖铺的 就趴着滑倒 那时候也没有拖鞋 上午搞脚一巴掌 对呀 全是土 它不就黑了吗 它就给砖子擦着 那砖子蹭通 我就说那招口门一般家都得黑 你家一稍后天风气不好了 最后我说胡言 胡言造坑门不撩黑了 他把造坑门都擦着 增亮呢 对 增亮 都不黑 造坑门都擦呀 金大哥说 他老伴干净又能干 那时候他们俩一起种地 每年自己家的地忙完后 金大哥也都不闲着 我从打中地的时候 这一年四季没有写安时 你比方像咱们这个冬天了 这时候正式打爆你 我有那机器就打爆你 等到春天了 我把那机器卸 开始上那灭茶机 灭完茶之后 给梨上上去了 开花起笼 起完笼之后 开始就是送地 地送完之后 开始就打药 这一年几乎没有写安时 因为那个 这些机器那时候都得买 金给别人干活的 咱们干活不就为了 多挣点钱吗 那时候金大哥天天就想着 能多干点活 多挣点钱 除了忙活地里的活 金大哥还捣腾过猪 那只捣的猪 大腿顶上把生产堆 都养活猪 淘汰的猪 这猪人就不想养活了 这会儿 我上这买活的时候 隔着盖里 有一个朋友 他专门杀猪 我要买活了 就对给他了 啊 赚差价这是 对 我比方说 我假设花一百块钱买的 到时候卖给他一百五 就挣五十块钱 那时候你知道 一天才能挣一块了钱 那我的一个猪 要挣五十块钱 你知道 差不多供你俩约工值 我那时候有一天 最多的一天 挣八百块钱 那八百块钱 就干事 第一个生产堆 能干三年 那时候 在村里的生活条件 就挺好的 我再往我们的堆来说 好像这得属一楼 那我家的房子 给农村盖的 盖得最早 那你要现在看的房子 撑点钱 那时候花多少钱盖的 花六万块钱 生我儿子正好一岁 那年跟着玩 那是现在的 我儿今年三十九 大哥四十年前 你盖房子就花六万呢 那时候村里都住啥房子呀 那时候 都土 都土房 那你是属于村里 唯一一个那种砖瓦房吗 反正我的性格是这样 咱们说 那你要想过日子 那你要想富裕 你就得干 大钱挣不来 小钱你得去挣 不管多少 你天天挣 你这日子就穷不了 是啊 现在的好生活 是金大哥一点点挣来的 忙了大半辈子 儿子女儿也都成家了 金大哥就提前过上了 养老生活 要是一几天要不能干 到老了也不会能有这个下场 就像你们年轻 现在就你们是年轻 你们这样拼搏 等到你到我这个岁的时候 说能有点老底的 你也可以能做 从啥时候开始不干的呀 从五十 五十就不干了 今年六十五 就是休十五年了呗 那挣的钱够自己养老吗 那你看外面盖我 这有六七十个 再说我的第一年 不也属于是老板 地咱有多少 医生保抹 就是租入这个白钱的 嗯 租入去 那那个一年得租多少钱 今年能租到两万七八 国家支付是五千多块钱 应该我房子也有了 穿的就这一身 余中五年不买医生 也算不了 就是你现在虽然没有劳保 但是你今后生活也有保障 那没有保障能成个家带 这在家待着啊 也得有待着的资本 金大哥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打拼 也够他养老了 如今大哥的老伴 因突发恼一些 已经走了十年了 大哥这身边没个人陪伴 是真孤独啊 那大哥到底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相貌呢咱长得指定也得 咱白说最好的也得拿出手 主要找的 它是成心来过日 有的找就说 哎呀 我得上他家 我要多少钱 如果就上了就提前这样的 我也不想跟这东西接触 也不想住 他不是找吧 他找是钱 就是两人能过时间差过好了 不用要 他啥都不要 我不用啥都给他买 了解了金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联系的同样住在德惠 踏实能干的 王淑贤 王大姐 哎 王淑贤 王大姐 我是红娘倩倩 谢谢 王淑贤 58岁 离异 现打工收入2200元 家住德惠 住房面积45平米 大姐 咱家多大呀 40多瓶不到50瓶 你平时住哪屋啊 我现在不在这屋租出去了 你这屋租出去了 对呀 为啥租出去了呢 这孩子我买的 就属于安接楼嘛 就是给我养老的 完了他也不在家 我也不在家 我就现在住出去 儿子还是女儿啊 女儿啊 那女儿 那这房租出去 你住哪儿啊 我打工呢 照顾我两姨哥哥 嫂子没有了 她自己不会做饭 我就会做点饭 收收尾声就要吃 你月2200元吃管住 原来王大姐目前 在照顾两姨哥哥 公吃公住 所以她就把小女儿 给她买的房子 租了出去 这样每月的房租也能用来还房贷 王大姐的俩女儿也都挺孝顺 平时工作忙 俩女儿至今都还没有结婚 俩女儿都结婚了呗 没有 哪个没结婚也没得下 大女儿多大了 大女儿33 小女儿27 都在得婚吗 不对 大姑娘在山洞 小姑娘在上海 都在外地啊 那就自己在这边 虽然王大姐的俩女儿还没结婚 但她们都有稳定的工作 生活上也用不着大姐操心 可大姐知道 俩女儿在外工作也挺辛苦 毕竟大姐和前夫分开得早 俩女儿也都早早地就在外拼搏了 离婚多少年了 离婚数到时候是五六年 分居也就是十二三年 十二三年 因为啥离婚呢 喝大酒 她喝酒喝成啥样了 在家也喝 上外边也喝 成天离到外写的 就是俩人成天吵架 成天拌嘴 无缘无故 我想做我就做 我想咋的就咋的 就这样 谁能接受一次两次 行 你说长年过一辈子谁能接受 我脾气也脏 就别说别人 咱脾气也不好 你生大我比你生还大 就这么磕 磕来磕去磕黄 孩子那时候都多大 大的时期 小的时宜 大姐你没寻的 就孩子这头还没成年呢 你就寻的被孩子将就一下 没有 我这人叫 这样的啥呀 谁不能干呢 那这就那么想 离婚后 王大姐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 大姐说 那时候年轻气盛 不懂得退让 知道老了 才觉得有个陪伴 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年轻 这说实在也不懂得什么叫爱情 现在老了还知道了呢 现在啥是爱情 你跟我说说 那你说老了找个相互到老的 出个门了 脸儿溜达的 你有个感冒的 我有个感冒的 咱有个端水的 有个端药的 是不是 那只都年轻 绿壮 谁也不寻思 那时都 我也能干 你也能干 那我凭啥 非得敬着你 你看那只那么想 现在就不那么想 是啊 现在对大姐来说 身边能有个伴 说话唠嗑 端茶递水 那就是爱情了 那大姐到底想找个 啥样的另一半呢 在找对象 也不少喝酒 最起码第一个演员 第二个就是条件的问题 你要求对方啥条件 你这头没有退休戒 对啊 我没有啊 但是农村市里 我不限制 农村条件好也可以 地多了 或者养殖业啥的 也都可以 真说咱俩有缘了 真处好了 那我姑娘结婚 你想给点就给点 那就再凭你的心 但是我姑娘 指定不是她负担 了解了王大姐的 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 安排她和金大哥 见上一面 不知道 两人能否签售成功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